张子善被枪决之后 他的棺木被送回了老家河北深县 在老家的姐姐见到张子善的尸体 一边痛哭着一边自语道 自从你参加革命那天起 全家的人都在为你担心 老怕你出事 一天安稳的日子都没有过过 好不容易盼到革命胜利了 你却出事了 张子善的姐姐 道出了一个人们共同的疑问 红小鬼出身的刘章二人 为什么没有倒在革命的道路上 而是倒在了黎明到来之后呢 最终成了白者黑色的有名正经 把他二人送上了钻头台 上方就是逮捕他之后 收获他的私人物品 像皮鞋 手表 钢笔 在当年来说都是奢侈 天津杨柳青十家大院 已被中共官方改造成为一个 反腐畅联的教育基地 在这个反腐畅联的基地里 特意开辟了一间展览馆 专门介绍刘青山和张子善的革命经历 1937年抗战爆发后 刘青山因能力出众被宣送到抗大学习 毕业后被吕正曹将军看中 带回季中担任河北省大城县县委组织部长 当时那个我们党的主要负责任务 被部盘面了 给我们党的冰箱造成很大的损失 这一度之间那个白色恐怖 这个特务横行 这个我们党的压迫的 觉得太没头来 这时候党就派专门 去大城县去 年方二十岁的刘青山 临眉受命进入沦陷区展开敌后工作 去了以后 打了几个打死几个 这两个大海贱 这种敌人气势 出去了几个叛徒 然后组织队伍 学战群众 建立暴力户 几个月的工作 把我们这个战略县的工作就恢复起来了 就升起勃勃 说临眉是很能干的一个人 那时候看的有个电影叫《灰民之队》 马本斋 其中这个电影有个情节 日本鬼子 把马本斋的这个灰民之队包围了 眼看就要全军覆没 马本斋急着就在枪头上 从这个方头 跑到那个方头 后来忽然间一个镜头 马本斋把魂民旺一摘 弟兄们 给我打鬼子 八路军来了 八路军 八路军谁来了 刘青山领的队伍 把鬼子打跑了 挽救了回民之队 后来 马本斋跟那个 我父亲 据我母亲讲 莫逆之交 生死之交 而出生于河北深县的张子善 则是天生的组织者 由于父亲早逝 母亲多病 张子善显得很是早熟 他懂事多 思维快 常常一副大人模样 十四岁 在安平县城上高小时 表现就很优异 十六岁 考入安平县乡村检疫师范 在同学们的眼中 张子善 个高面白 性格开朗 很能团结同学 他很能讲话 很能说 大嘴菜 在同学当中很有威望 九一八事变以后 就是薛陶 学生们反抗 张杰师的不抵抗主义 上街去演讲 他还往往是 掌声是最多的 大家会是很信服他 九一八事变后 学生们纷纷上街游行 宣传抗日旧房 张子善是组织者之一 而且带头卧轨 以施抗议 卧轨这个事很不简单啊 胡说一无如逼近 那就是要压死啊 那就是喝出死 才能干的事 这都是张子善 这个带头干的 确实是 我说他们在战争年代 表现的是非常勇敢 非常不简单 而故宫出身的刘青山 则是在大革命失败后 中共面临白色恐怖时 加入的中国共产党 当时他年仅15岁 就在刘青山入党后的第二年 他跟随部队参加 著名的高离暴动 不幸失败后 刘青山与18名红军战士 一起被捕 19个人真正屠杀是在林仙县城 这个扎刀改开 把这个邮局队员 叫红军战士吧 一个一个人扎死 扎刀啊 扎死 场面非常惨烈 非常血腥 扎死了18个人 第19个就是 刘青山 盼着18个战友 一个一个的在面前倒下 年仅16岁的刘青山 并不畏惧 甚至主动将头 伸到扎刀下面 刘青山的举动 让负责奸展的东北军将领 白凤翔 非常敬佩 那个白凤翔是张作临手下的 一个土匪出事的人呢 一见那小小孩15岁 不但不怕死 主动来扎他脸 钻 和他们骂击 15年又是一条 这个白凤翔 他妈的挺佩服他的影响 这小的还真有点骨气 身受感染的白凤翔 随后将刘青山 从刀口下救了出来 并将他留在了身边 但仅仅几天之后 刘青山便乘机逃了出来 而1933年秘密加入中共的张子善 一开始就从事地下工作 1934年因叛徒出卖 张子善被捕入狱 受到严刑拷打 拿着说 这都不用说了 老虎盗什么的 十个手指筒 指甲都被定过竹签 就像那个红颜里边写的 江姐那个一样 定过竹签 他的手指头啊 商议之后啊 这十个指甲脸全都是黑的 黑的 到死 这个指甲脸都是黑的 都没退 在监狱的两年内 张子善经受各种酷刑 却始终不曾妥协 1937年七七事变时 犯人砸了监狱 张子善趁乱越狱 之后 他一边教书 一边寻找党组织 最后几经周折 终于重新接上了组织关系 革命工作是极其艰苦的 在建立抗日根据地期间 为了躲避日伪军搜捕 刘青山只能白天躲在村民 刮棚里的地窖里 但一到晚上 他便会穿越封锁沟 四处活动继续指挥抗日工作 说在二十二三岁 刘青山再次一次病的 病重的不行 就是保护他的那个村子叔啊 给他在县里抓了药 抓了药 他媳妇呢 给他捞了药 他给他一口一口的喂 最后他媳妇非常同情刘青山 那一县给组织部部长 给他借了邻居 借了白面 借了鸡蛋 回来给他做荷包蛋 刘青山病已经在二十三岁了 没有半月时间病好了 好了一口非常感激 这个老赵 他叫赵永明 老赵 我这是第二次讲回了一条命 1949年8月 天津专区成立后 刘青山任河北省天津专区 专区地位书记 张子善则被任命为 天津专区刑署专员 这一年 刘青山三十三岁 张子善三十五岁 1952年2月 刘青山张子善案发的时候 很多人都为此感到惊讶 更是有人替他们惋惜不已 刘青二人都曾经有过近二十年的革命生涯 不仅能力出众 而且久经考验 忠贞不屈 当然也就是这样两个人 却很快陷入到了腐败的沼泽当中 成为千夫所指的罪人 刘青二人的退化背后 包含着对人性 对制度的普遍考文 位于天津市马场道的这栋二层小洋楼 便是当年的马场道十八号院 1950年秋 刘青山从杨柳青的十家大院 搬到了这里 刘书记 我知道你在笑什么 您觉得这里布置得太豪华 太奢侈了是不是 你怎么看 您说这房子该给什么人住 给劳动人民住好是好 可这样的房子太少 住不下 把从这撵出去的官僚资本家请回来 人民不答应 您是为革命的功臣 又有病 我敢推开这窗子 问问每个过路的工人农民 像您这样的人住在这儿 他们有没有意见 在电影《新中国第一大案》里 对于刘青山与这座小洋楼的关系 进行了生动诠释 1950年秋 因为身体原因 刘青山提出要前往天津养病 河北省委随后批准了刘青山的请求 并将这座小洋楼一并批给了刘青山一家居住 马场道的这次搬家给刘青山的生活带来了转变 这是进入天津之后 他第一次真正打量这座依旧繁华的港口城市 低处华北平原的天津 自古因曹韵而兴起 1860年天津成为通商口案后 西方多国在天津设立租界 天津成为中国北方开放的前沿 20世纪40年代 天津已经发展成为 当时中国第二大工商业城市 和北方最大的金融商贸中心 你进城都不一样 天津那个城市好嘛 那啥话呀天津啊 那那那那那那那小洋楼 那过去殖民地是在盖的小洋楼 那那灯红酒绿 那灯红灯是吧 那十两场是吧 此时的天津 中共刚刚直升 只做表面风平浪静的城市 背后激流涌动 对于这个新生的政权 各种势力都在极力接近 而处于权力核心的刘青山 张子善则是各种力量靠拢的方向 为了达到各自的目的 三窍九流都极力攀附 两位新任的行政长官 那些慈善阶级的太太小姐 老爷爷少爷们 还主动了八点击 哎呀 你这刘书记 当主案员 各自的大工程 来了来 抽客院 来了来 请坐 来了来 喝杯酒 这是长话吧 你马上就飘飘来了 那那那那那都土八路啊 那满脑袋刮廊花子 真是真是土得很 一看慈善阶级 慈善阶级的太太小姐们 养了一个跟她洗水白肉的 说话家的那个焦成焦气的 那那那一只不好 人马上就在灰尘输了半截啊 是吧 那真是杀伤力是很强的 杀伤力很强的 可以这么说 而且是不是他俩 是一批人 下面请刘书记 给大家讲话 好 诸位 你们虽然都是商界的 头面人物 是资本家 但在建设新中国方面 又都是朋友 特别是文怡小姐 这是电影 新中国第一大案中的 一个片段 尽管对于这个片段 今天有人抱有质疑 认为其中的人物 有失真实 但在现实中 刘章二人面临的客观环境 却是与其极其相似 由于头顶笼罩的权力光环 刘章二人实则已经无法独闪其身 在各种诱惑的侵扰下 刘章二人的思想 开始起了变化 因为我们这个队伍 实际上是农民出身居多数 所以那种小农思想 在革命队伍里面 得到感召的小农思想 又会出来 他们就认为 农民起义军 往往有这样的一种特点 就是说 贪图享受 这个奢侈 生活过一些 他就觉得我该享受了 那么而且呢 他面对着那么多的钱财 他就无法克制 他的那种私欲的膨胀 什么社会常常什么人物 是吧 这个环境变了 对人的思想 就有这种 直接的 或者牵引魔化的 这种 催化作用 这是肯定的 所以你不警戒 你不想到 我这位维启宾服务的 不想到革命还没有成功 不想到主席的教导 其家中全会的这种 这种决议 那就很容易 为什么 因为没人制约你啊 对于蜕变的原因 张子善后来曾经这样 总结自己 个人缺乏警惕 仍是游击环境 使工作的思想 仍是以为党平良心 真理办事 没有新的国家法治观念 资产阶级的豪华 享受的影响 再加之人们返乡村观点 游击生产 土包子作风等等 使自己失掉了操守自持的毅力 人性都如此 就是你 人是好义勿劳 或者是贪图便宜 贪图享受 这人性 人性如此 就是你只有少数的圣人 才可以违背人性 可以做出 他不这样 多数人都是这样的 莫的党员 也把不当党员的入职 你要给他瞧见的话 他肯定会做这个事情 他呀 弄走了一百万斤小米 居然没打咱们俩的习号 我还是 施加大人那句话 你舍得杀他 刘彰二人案发时 新生共和国的制度体系尚未建立 党政结合的权力结构 使得刘彰很快形成了利益联盟 在天津地位 这种利益联盟几乎无人可以挑战 而正是这种不受制约的权力 将刘彰二人推向了腐败的沼泽 让他放开手干 一把手的权力最需要制约 而且我们长期以来实行的是一支笔 签名就可以 签来的那么容易 这样的话有一些干部呢 就经不起这样的诱惑 就会堕落 我们现在这两年的情况也 我们也看到类似的情况 像刘青山 他是地区的一把手 地区的一把手 我刚才讲到了 他已经开始出现那种享受的 享乐主义的这种观念 刘青山张子山的权力 未必有现在地位书记和市长权力了 那不是一个历史的当时的追悟的展示的现象 那是个殷熙已久 到现在都存在的问题 被枪毙那个江西省的副省长叫胡什么 他说什么 郭尔说到我们这一集 就基本上没人管了 这句话说得很令人惊醒啊 实际上就是大大小小的祝侯 都离王国 我就是皇上 这个事我书记说了算 权力产生腐败 绝对权力产生绝对腐败 正是这种绝对权力 导致了刘青山二人的悲剧命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据刘青山的一位战友回忆 有一次他因为出差路过天津 曾经特意去看望了一下老战友 而当他看到刘青山的时候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刘青山穿的是毛泥的衣服 看起来非常昂贵 脚踩着正亮的皮鞋 而他自己是一身机关发的 挥布军装粗点布鞋 再看刘青山的住处 钢丝床大衣柜 沙发地板亮的能照见人眼 后来这位老战友说 虽然刘青山盛情款待 可是他觉得刘青山变得陌生了 刘青山的确似乎变了一个人 成为了当年他豁出命来 也要推翻 也要打倒的那个阶级的分子 在案发后 张子善对自己平时的生活方式 做过了详细的交代 比如住宿百城资产阶级的样子 有板床不用买新弹簧床 办公室新挂中三个沙发 四个转椅 一个新藤椅 耗费四五千斤小米 看戏 洗澡 特别是洗澡 没洗就是在天津住 盆堂 擦澡 擦皮鞋一次 一月合计八十斤米 行动必坐车 坐车必坐软席 以求得舒服享受 那种人叫倒堂的洗衣 叫浴池 浴池也不是政道人的地方 政道人去的地方 那门口的话 当时都有一个派子 干部禁止入内 洗愿 干部禁止入内 都有中国大派子 越是不让去那地方 他越去 他都去 1951年12月30日 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这样写道 刘青山竟堕落到吸食毒品 借口有病长期休养 经医生检查无病 实际犯了白面瘾 对于以上的报道 刘青山的儿子刘铁奇 有着不一样的说法 当时我父亲是十二只肠溃疡 我都有印象 有疼的时候 大汗淋漓的 在窗上打滚 天津地委公安处的处长 给了我父亲火柴盒那么大的一块烟土 交给了我父亲的警卫员 说 等他再疼的时候 你掐一块 让喝口水 咽下去 起个麻醉止疼的作用 后来就演变成 判决书里说的那个 流泛 吸食毒品成瘾 我说 吞浮 鸦片止疼 喝 吸食毒品成瘾 是性质不同的两种事情 不能混在一块 这么说的 二十多年来 刘铁奇一直对父亲刘青山当年的罪行持有怀疑 为此 他曾走访了几十位当年接触过刘青山的同事战友 考证了大量细节 刘铁奇说 当年关于刘青山的许多腐败细节 都有以讹传讹之嫌 然而 直到今天 由于刘彰一案的大量档案细节无法看到 因此 关于刘铁奇的说法 无法得到证实 1992年 电影《新中国第一大案》上映 这部影片中有着大量的关于刘彰二人的腐败细节 电影中的这部汽车就是刘青山张子善后来重要的腐败证据 这是1950年刘青山动用三万六千元的资金从香港进口而来的 喜欢穿的 冬天 泥子大场 海塔皮的帽子 赵紫善爱抽 抽烟 赵紫善一天的话就抱怨 抽烟就是好烟 过去就是什么什么 哈喽门的 大银行都不抽了 打前门的 这就好烟 恒大这就好烟了 好烟 当时曾有这样的报道 在刘青山张子善的影响下 地位和专属机关开支也极为铺账浪费 为购买汽车 曾派专人先后三次去香港广州 他们的生产管理处前后购买汽车七辆 用款近十二亿 张子善他没孩子 没孩子 他老婆一怀孕 他们就派个车 上天津一个富和专家 叫柯英葵是个老头 天河医院的就接他去 一看那小车一抖 人们都说 行嘞 这腰折起来 这这一坏事的 准备掉了 准备掉了 他都这样啊 他不是老流产吗 把那个小孩陪胎 陪胎的话 说找这瓦 这瓦这么扣什么 晾干了 晾干了以后 腌制沫 吃了以后 可以保胎 当时的话 他弄得 他弄得 那个小孩 那陪胎 在院 他孤一个女人 看着 都盛夏的时候 正夏天的时候 让你在那 晒着看着 那后来 那个工青团 那个副书记 叫李小光 他说 他在大会发言 他说 他们地委大院 就有黄胜他妈 就这样 面对着贪婪的人性 其骄纵的权力 历经革命洗礼的刘青山和张子山 在新政权建设的过程中 渐渐偏离了正常的轨迹 据后来刘正二人的判决书中记载 刘青山个人贪污挥霍1.8亿元 张子山个人贪污挥霍1.9亿元 腐败终将刘正二人 推上了一条不归路 1951年12月初 当刘青山张子山两位革命功臣 贪污腐败的案件被揭发之后 震惊了全国 这个消息传到河北省安国县的时候 有一个人比谁都更加震惊 他叫刘恒山 他是刘青山唯一的一个弟弟 得知哥哥贪污的消息之后 刘恒山曾经向人询问说 刘青山到底是贪污了多少钱呢 回答171个亿 刘恒山沉默了 他知道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 但是让他疑惑的是 哥哥如果真的是贪污了那么多的话 那么这些钱到底到哪去了 因为一直到刘青山去世 刘家人都仍然还在 三间破旧的土坯房里住 刘恒山不知道的是 这171个亿都跟一个 叫机关生产的活动有关系 请不吝点赞 令 receives 请不吝点赞 令ですか heavens and if you will